嗨大家好我是吉姆 今天要帶來這款產品是麥拉達的 AS5i PRO 這是一款一對二的專業型麥克風 過去我們比較熟悉的品牌或許是RODE 也或許是 DJI 麥拉達這也是我第一次接觸的一個麥克風產品 因為現在主流 比如說Youtuber、Blogger、許多KOL都有影音創作的需求 在自媒體盛行的時代 收音跟影像品質也相對重要 特別帶來這款X5i PRO的介紹 我們接著看下去 X5i PRO支援哪幾個功能呢 首先它具備錄音比的功能 它內建4GB的容量 可以錄製強達9小時的音訊檔 當你想要過音 那你又不想要拍影片的時候 我覺得這是非常貼心的設計 就是你將它打開來之後就可以馬上作業 第二點 它在充電艙的設計上 打開來可以看到裡面有4顆LED的燈珠 其實它就是紫外線燈 當你蓋起來之後 它就可以為你的麥克風進行消毒 那這在後一期時代我覺得相對重要 就是當你這個麥克風可能是2個以上使用的時候 那你也不用擔心就是衛生上的問題 這也是一個蠻貼心的設計 那現在普及的應該是降噪耳機 不過降噪麥克風我想各位應該很少聽見 S5i Pro內建一鍵降噪這個功能 那只要按下黃色這個按鈕 就可以一鍵進行降噪的抑制 那它可以將環境音或是低頻的聲音有效的降低 那拉高凸顯人聲 這個在我實際測試上是非常非常有感的 那隨機有附上這個兔毛 那前面是它的麥克風的收音端 這邊是耳機的監聽孔 那比較特別的是它也可以獨立使用 就是當你在現在在錄音的時候 可以長按這顆按鈕 當它燈光要閃爍的時候就是 多一份被一份它錄到裡面 然後事後你可以再用Type-C將檔案傳出來 那再長按它就會停止錄音 那這時候其實我在用影片的收音的效果 收音的動作是不受影響的 那背面是它的夾具 那錯夾具轉捏可以用磁吸的方式 避免摩擦的聲音收到背景裡面 這裡來介紹收音模式的切換 透過這個DT鍵 長按可以用來切換它的收音模式 現在是Mono是混合模式 長按約2-3秒 再切換成Stereo 立體聲雙聲道模式 再長按一次可以切換到MS安全音軌 那這時候右音軌 會比左音軌來小6dB 另外這也是dB增益的控制按鍵 短按的話可以用來控制它的增益高低 那會選擇無線麥克風 除了收音品質之外 我想大家在意的一點還有它的傳輸距離 收音距離 接收器跟發射器的工作距離 表定官方數據是200公尺 那各位在之後也可以看一下我們的影片介紹 那1對2的充電艙我想未來已經是這類無線麥克風的趨勢 那在完全沒有電的情況下 充飽電只需要2個小時 那充飽電之後它可以工作7-8個小時 另外它本身本體的電容量 可以為你的發射器接收器總共充2次 總結加起來你要在那邊工作一整天 沒問題 因為它能夠提供你的電力總共來到24個小時 好以上就是X5i Pro的所有特色 接著我們看實測吧 好我現在的測試X5i Pro它的降噪功能 那我現在機身麥克風它的降噪功能是開啟的狀態 那可以看到我後面的測流量還蠻大 我現在將降噪功能關閉 好各位可以再比較一下開啟跟關閉前後的差異 那我現在先不講話 讓各位聽一下後面的測流量的聲音 好後面的噪音應該是蠻明顯 我現在再開啟一次 我現在降噪是打開 那各位可以聽一下我現在人聲跟背景音 它之間的差異 是不是人聲有比較被凸顯出來 好我現在測試的項目是麥拉達X5i Pro它的降噪功能 那各位現在聽到的收音表現是 尚未開啟一件降噪的狀態 所以應該可以聽到比較明顯的 就是工地運作的聲音 還有一些低頻的噪音 那我現在將降噪功能開啟 好先讓各位聽一下沒有人聲的狀態下它的收音表現 那我現在再將降噪關閉 那各位可以聽一下開啟跟關閉前後的差異 我現在距離就是攝影機相機的部分 大概是150公尺左右 那這時候訊號就是十有十五 但官方它標榜的是200公尺 但只參考值 所以我現在在一個相對空曠的測試 我想這應該是蠻準的 不過真的要用到這個距離來拍攝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少有了 所以我現在就走回去 然後現在距離相機大概只剩二十三十公尺吧 我剛剛走過去其實是用步數去算 大概就是150步 所以初步就是150公尺 那各位畫面中這邊可以看到 上這台相機是8月29號晚上十點 發表的最新相機是Sony A7C II 那同步發佈的另外一台是A7C II 也就是正在錄影的這一台 我現在是用A7C II來錄影A7C II 那因為外觀上他們沒有明顯的差異 所以基本上是一樣的 當你的眼睛明著想 當你的眼睛明著想 當你喝可樂 當你唱 我想對你好 你從來不知道想你 想你 也能成為是好 當你的眼睛明著笑 當你喝可樂 當你唱 我想對你好 你從來不知道想你 想你 也能成為是好 嗨 我是多多 你們也可以叫我舒凡多多 那IG也可以搜尋舒凡多多 臉書的粉絲團也是喔 我最喜歡的是潛水 自由潛水 趕快可以來找我一起潛水 我可以教你 哈囉 我是多多 IG搜尋還有臉書搜尋 都可以搜尋到我喔 那可以趕快來找我一起潛水 自由潛水 可以趕快來找我喔 好 這邊總結一下 S5F Pro 我覺得幾個不錯的點 跟需要改進的點 那第一個當然就是降噪功能 各位從前面的影片 已經可以看到 它降噪在開跟關之間的明顯差異 那再來它的電力其實蠻強的 應該說主流的差不多 都是這個水準啊 充飽電可以用7到8小時 其實已經蠻符合單次的工作時間 而且你不會讓它一直長時間待機在外面 你可能會錄一錄 然後再把它放回去充電 所以續航力是值得被稱讚的 那再來就是S5F Pro 它支援錄音筆的功能 當你想要過音 沒有想要拍影片的時候 只要將麥克風從充電廠邊拉出來 就可以獨立錄音使用 檔案就會儲存到它的機器 取出來也相對方便 那這對事後作業 或是一些整體的串接流程 也是相對便利的 那最後一個 紫外線殺菌的功能 雖然它在殺菌的時候我們看不到 不過既然是有認證的 我們就相信它 而且口水是蠻毒的 所以當你就是頻繁使用的時候 一定會有口水可能會殘留在表面 那事後在充電艙關起來之後 讓它做個殺菌消毒的動作 覺得對打腳都有好處 是吧 那麥拉達在台灣是由永聯國際來代理 S5i Pro同樣也是 它在台灣的官方定價是8700元 與主流的DJI麥克風價差來到1700多塊 這個價差我覺得還不夠漂亮 如果S5i Pro可以壓到8000塊以下 我覺得會更有競爭力 以上就是麥拉達S5i Pro的影片測試 我是吉姆 我們下次見 掰掰 這個問題員 我們最後一趟之後